我是王德顺 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一场梯台走秀 让很多人认识了我 有人叫我最帅大爷 也有人说我一夜爆红 可是你知道吗 为了这一天 我足足准备了六十年 二十四岁 我当话剧演员 四十四岁开始学英语 四十九岁创造了造型雅剧 到北京成了一名老北漂 没房没车 一切从头开始 五十岁 我进了健身房 开始健身 五十七岁 我再次走上了舞台 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 它叫薄雕塑 七十岁 我开始有意识的练书机 七十九岁 我走上了梯台 我今年八十岁 还有 还有追求 相信我 人的潜能是可以挖掘的 当你说太晚了的时候 你一定要谨慎 它可能是你退却的借口 没有谁能阻止你成功 无论你成功 该炫自己的时候 千万不要对自己手软 我是王德顺 我是最炫东北人 不及 两岁 所以 都没有 有意识 你 还咋